就在刚刚 一场香港媒体的狂风暴雨席展而来 声称86岁的谢贤因病离世 这一消息像一颗震撼蛋 在娱乐圈掀起了波澜 就在粉丝们为他留下的泪水未干之际 英皇集团紧急出面 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回应着 这一切究竟是真是假 或者娱乐界又一次被绯闻纷飞所笼罩 消息一出 粉丝们的心情无疑是揪心的 特别是对于谢贤的儿子 娱乐界的巨星谢霆锋 他的面容似乎写满了岁月的沧桑 前妻张柏芝也是满脸憔悴 同时这也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切与心疼 社交媒体上 一时之间涌现出许多对谢霆锋的声援和祝福 也有不少人纷纷表达对谢贤的思念之情 谢贤出生于1936年8月9日 广东攀鱼人 他从小就对演艺事业充满了热爱 并在这方面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 1950年代初 他加入了领光制片公司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在短短的时间内 他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和帅气的外表迅速展露头角 在娱乐圈中 谢贤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还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长辈 他的人缘极佳 与众多艺人都有着深厚的友谊 他曾经和周润发 刘德华 成龙等大牌明星合作过 也曾经和张国荣 梅艳芳等已故的巨星有过交情 他的好友还包括了李小龙 叶问 陈家上等武术界的名人 他的影响力和地位可见一斑 谢贤的感情生活同样引人注目 他与真真的婚姻是娱乐圈最为人知的一段 尽管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不到三年 离婚后 谢贤和真真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展现了一种成熟与宽容 随后谢贤与迪伯拉结婚 并遇有儿子谢霆锋和女儿谢霆霆 尽管这段婚姻也已离婚收场 但谢贤与迪伯拉的关系却一直十分融洽 甚至在迪伯拉的再婚生活中 三人时常一起逛中环 展现了一种不拘一格的家庭温馨 2005年谢贤与年轻的模特Coco相识 并开始一段长达12年的感情 这段恋情曾一度备受争议 但谢贤对这段感情却十分认真 分手后 他不惜为Coco付出2000万 成全他的未来 这种坦然与慷慨令人敬佩 也反映了谢贤在感情中的绅士风度 尽管近年来谢贤的身体状况备受关注 但他依然以80多岁高龄展现出绝朔的精神状态 在接受采访时 他透露自己每天坚持锻炼 保持良好心情 此外他喜欢吃水果和蔬菜 这成为他保持年轻的秘诀之一 对于谢贤的身体状况 英皇集团迅速回应 四哥谢贤对身体很好 大家不必担心 这则消息对广大粉丝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在这个变化莫测的娱乐世界里 谢贤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仍然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中 他的健康状况虽备受关注 但他的精神和魅力却永远不会消失 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一个人 谢贤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品质 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留下了无数经典的瞬间 在这里 我们向这位传奇人物置以深深的敬意 期待他能够继续保持健康和快乐的生活状态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故事 回顾了他在娱乐界的辉煌成就和多彩的感情经历 谢贤的一生如同一部精彩绝伦的影片 在时间的长河中流转不息 无论是他的演艺事业 还是感情生活 谢贤都以真挚和坦荡的态度 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他或许不再年轻 身体或许逐渐老去 但他那永不磨灭的精神和魅力 却将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刘家昌、珍珍、谢贤这三个人的名字 可能在你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了 但他们的故事 却在近日被刘家昌重新翻出 引发了轩然大波 刘家昌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文 控诉前妻珍珍和儿子刘子谦 隐瞒财产、争夺家产、不忠不孝 还揭露了他与珍珍、谢贤之间 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 让人大跌眼镜 刘家昌与珍珍的相识 可以追溯到1966年 当时刘家昌还只是一名不太知名的歌手 而珍珍则是一名崭露头角的演员 刘家昌的心 一见珍珍就飞了出去 尽管年龄相差颇大 但她对她的感情却是执着不屑 然而珍珍起初并未动心 爱情的火花并没有迅速点燃 两人的感情起初并没有那么浪漫 甚至还有些曲折 刘家昌曾经与江青结婚 但在1970年离婚 她重新计划追求珍珍 然而当她准备再次追求珍珍时 却发现她早已与谢贤闪婚 令刘家昌倍感失望 尽管她曾多次试图争夺珍珍的芳心 但都未能如愿 直到1971年 她们合作拍摄电影提营 爱情的种子开始生根 刘家昌为了珍珍 不惜与谢贤对抗 甚至在电影中亲自扮演了谢贤的角色 与珍珍有了许多亲密的戏份 这让珍珍对刘家昌有了新的认识 也让谢贤感到极度 虽然珍珍的家人不接受她们的婚姻 两人仍秘密结婚 于1974年3月在香港登记结为夫妻 她们的婚姻 就像是从电影情节里跃出来的 充满了浪漫和冒险 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如期望那般平稳 她们的婚姻经历了起起伏伏 刘家昌的事业蒸蒸日上 音乐和电影领域的成功 让她成为了台湾娱乐界的重要人物 她似乎在职业生涯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但婚姻却依然不够幸福 珍珍与刘家昌的婚姻一直隐藏着问题 尽管她们在外表上维持着幸福的外观 她们的儿子刘子谦 也成为了她们的牵挂和矛盾 刘子谦从小就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管教 她曾经多次被退学 还曾经因为酒驾而撞伤了人 珍珍对儿子的溺爱 让刘家昌感到不满和无奈 她们的婚姻逐渐出现了裂痕 直到2015年 珍珍才揭示她们早在1987年就已经离婚 而她们的儿子刘子谦也成为了家庭纷争的一部分 这个离婚的秘密 一直隐藏在她们的婚姻背后 如今终于大白于天下 珍珍称她与刘家昌的婚姻是一个错误 是她毁了她的一生 她后悔嫁给她 她还说 她只想给刘家昌一套香港海景别墅 未完工的龙虎山工程的十分之一和现金 但刘家昌坚持以法分割夫妻财产 这也是她们争执的焦点 刘家昌则反驳 珍珍隐瞒了她们共同拥有的超过20亿的财产 还利用儿子来对付她 她说她只想要她应得的一半 而不是被珍珍欺骗和剥夺 令人感到讶异的是 尽管刘家昌与珍珍已经彻底撕破脸 珍珍对前夫谢贤却总是笑脸相迎 充满了爱意 谢贤也表示自己永远爱着珍珍 虽然她们也曾离婚 但第二次婚姻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幸福的典范 珍珍甚至坦言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她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与谢贤结婚 不再走向离婚的路途 这让人不禁怀疑 珍珍与谢贤之间的感情 到底是真是假 她们为什么会分开 又为什么会复合 她们的婚姻 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 其实爱情和婚姻往往充满了曲折 但也需要勇气和智慧去应对挑战 在这场揭秘刘家昌的情感纷争中 我们看到了娱乐圈背后更为真实而复杂的一面 这或许也是我们对这些明星生活的一次深刻思考